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韩索宇再次发文否认了幻成恋爱 并发表了一丝举及Heddy的文章后秒声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该消息马上就登上了各大新闻的热搜一位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韩索宇的发文内容 我也厌倦了进一步的猜测 在追求生活幸福的过程中 我来到了这里,与这个人那个人见面后 最终发现不论是谁都是因为只顾面子和身价 所以总是浪费时间 而我已经到了不能再说是年轻的30岁 在寻找生活方向的过程中遇到了这个人 时间点确定是2023年11月的摄影者 确定是第一次见面 我会忽略那些说之前就有交情的荒谬评论 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也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两个人一起认识的人 而且家里的熊也是在2021年 透过卡卡头礼物服务购买的 与年少情况时期的恋爱不同 外貌不再是一切 我感觉到身心都比以前健康了 就像男女关系通常那样 我觉得这是需要的缘分 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不尊重前人和实践 也从不打算无理的接近 确实是去年分手的 互相祝福对方的安好和健康 最后道别 这的确是事实 我写这内容的目的 不是要公开个人的恋爱史 而是要澄清这不是换成恋爱 虽然我不是当事人 所以不能说非常详细 但在前辈的道歉信中提到的11月见面 并不是为了附和尔见面 如果这是谎言可以发表反驳的文章 我真心希望 即使我尝试到处联络 也接触不到的前辈能够联系我 因为其中一位当事人保持沉默 我也感到困扰 这意味着我也可能会因为被谎言所欺骗 明明是换成恋爱 却说不是而写下推测性的文章 因此我在此诚恳地请求理解 我现在所说的话与我的感情无关 而是基于双方公司和确确事实所做的陈述 我也不是笨蛋 不会仅仅站在一边发言 我不想让我的工作以及支持我的粉丝 我的公司的代表和员工受到更多伤害 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 因为我有需要保护的人 所以我想说的是 只有分手的报道是在11月爆出 但确实已经分手了 不管是对方的公司还是我们的公司 跑开亲人或其他什么的 事实就是事实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于真实的报道 总是有人要粘造否定的说法 而对于可能是换成恋爱的报道 却像是既定事实一样添油加醋 看到那些指责的留言 大多是匿名账号 这也是件可笑的事 我希望你们能拿出切切的证据来批评 此外 最近我感受到了很多 看到有人离题攻击我的家庭 家庭教育 外贸和其他方面 我已经道歉了 可能对方没有看到 因为消息没有传达到 但请不要担心那部分 我也对前辈的粉丝表达歉意 对我曾经轻率的行为表示歉意 即使时间流失 我也会正视并解决我所犯的错误 我不明白的是 我想问一下 对于分手的前男友有了新女友的部分 什么地方那么有趣呢 我想知道 为什么把明明不是为了复合的短信内容 转变成好像充满了念念不忘的内容 并且在四个月后发生的新恋情 贴上换成恋爱的标签后 却没有任何说明 我不是为了寻求同情 也不是为了得到 因为这句话导致的大量猜测和恶评 我只是真的很好奇 我猜如果我发布这篇文章一定会被指责说 公司没有管好心理不安的人 肯定会有人留言说我应该适可而止 这我都明白 但有时候要求我解释 有时候又让我保持沉默 我真的弄不懂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认为不能只是沉默 是的 我确实是靠大众的信任和爱戴生活的职业 对于处理不够谨慎和不成熟的地方 我借此文再次表示歉意 但我要说的是 提都不想提到的换成恋爱并非事实 也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明确指出 我尚未道歉的部分到底哪里做错了 尽管如此 对于那些只是批评我没有反省就发文的人 我不想保持礼貌 请不要再关注我 希望你们彻底不喜欢我 弄掉对我的关注 不要再来找我 而是希望你们为自己的剩余生活获得幸福 最后我要向所有因这个问题受到伤害的人表示歉意 该文章上传不久后就下架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你的男朋友没有嘴巴吗 他就在旁边吧 在旁边喃喃自语 让女朋友出面解释 太糟糕了 11月分手的新闻出来后 还有说要试着谈谈 你怎么能在不是当身的情况下 就断定11月之前就真的结束了 你的男朋友是这样说的吗 说要谈谈不一定就是希望复合 但确实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对吧 而你的男朋友肯定跟你说早就结束了 难道会说因为还有留恋 所以才会说再多谈谈 这样吗 11月13号分手新闻出来后 再说要多谈谈的情况下 15号两人见面一拍即合 如果这不是换成恋爱那是什么 什么话都不说的话 你也算是受害者 却因为上传持刀狗的图片而引起这个乱象 难道抓不到事实吗 我不会骂人的 请你们两个都别再出现了 惠丽不是对你说的 而是对吕俊俊说的话吧 为什么现任女友一直过度反应呢 明明吕俊俊都没有生气啊 而黑丽的生命中也有道歉啊 就是不能接受这点吗 虽然知道你承受了很多压力 但希望能通过与男友的爱来克服 当事人吕俊俊都保持沉默 他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大闹呢 看到他攻击吕俊俊的外貌 和再次找黑丽的麻烦 真的觉得他的性格不简单 普通人也不会把话都说尽 即使现在觉得委屈和生气 但事后有时候会觉得那是对的 依赖形象生活的明星 为什么要说出所有想说的 抱怨自己的委屈呢 如果这样下去 不结婚就分手会怎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啊 事情正逐渐平静下来 为什么又要巅峰善火呢 让三方面对的人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狙击前男友后 现任女友在大闹一场 为什么要进行三方面对呢 为什么要见前男友的女友 为什么要接她的电话 黑丽已经道歉 并且干净利落的结束了 他正在走自己的路呢 黑丽啊 拜托你别再理会了 拜托要活的幸福 只给我们看到快乐的模样 别再回应 别再搭理他们 拜托拜托 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 都已经说不是了 还一直用换成恋爱来骂他 是逼到什么程度的话 会这样发文呢 拜托你们放下韩索语吧 目前在韩网 几乎一面抖的在指责韩索语 然后在韩索语的发文中 因为其中一位当事人保持沉默 我也感到困扰 这里说的当事人是黑丽还是李俊尼 也掀起了两派论战 所以对于韩索语的长篇发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